三月结束 系统忽然坏掉了 我留下来与柳如烟结婚 七年时间 阴玉病交的柳如烟变成一层新贵 我这个男主则成为平凡的普通人 他与家人对我渐渐失去耐心 那日 一个男孩找到我 笑咪咪道 记哥 倘若这个世界是本小说 你和柳如烟以前属于旧熟文 现在我和柳如烟属于女总裁文哦 我逼问柳如烟 他说 达达 我想要的孩子 身为穿越者无法繁衍后代 他曾答应我丁克 如今反悔了 我疲惫地点头 后来 系统忽然上线 问我走不走 我说 嗯 临走前 我清理掉自己的痕迹 决然离开 让他在以后的岁月里 和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 一想起我就痛彻心扉 而我 拿着他后悔得来的积分 回到现实过多姿多彩的生活 作为一个穿越新手 我攻略的第一个世界 便是旧熟文里的病交女主 系统说 旧熟文的剧情任务非常简单 男主性格与你差不多 非常适合你哦 我高兴地穿过去了 按照剧情一步步 笨拙又认真地接近女主柳如燕 用爱与阳光感化她 帮助她一步步回到柳家 成为柳家大小姐 经过重重困难 柳如燕终于站稳脚跟 我们的感情更进一步 浪漫的七夕节 别墅里布满了各色各样的鲜花 恍如梦境 穿着白色西装的我跪在地上 用戒指向柳如燕求婚 眼神赤裂深沉 柳如燕 我爱你 能与我在一起吗 小提琴声悠扬地响起 柳如燕红着脸回答 嗯 然后伸出了手 剧情到这里结束了 小说的结尾 只有一句话 从此 柳如燕和纪博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任务完成 按计划我该脱离这个世界 回到原来的时空 然而系统坏掉了 它再也没出来 我被扔在这个世界里 一开始我很惊慌 后来慢慢接受事实 柳如燕对我很好 那些漫长的时光 相处得点点滴滴 抚慰了我的不安 我决定抛弃任务 留在这个世界 和她永远在一起 柳如燕爱我 我也喜欢柳如燕 像每个童话故事一样 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 似乎没什么不好 不是吗 但我从没想过 王子和公主生活在一起久了 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没人告诉我 有所谓七年之痒这个词 我自然无从得知 今天要开会到很晚 不回家了 临出门前 柳如燕披上外套 淡淡地对我说 司机和助理在别墅外面等候 我拦不住他 尽量笑着道 好 柳如燕离开了 金月晴天 阳光灿烂 柳如燕的背影 静止走进光里 助理迎上来恭敬地与她说话 她笑了笑 轻轻汗手 迈着平稳的步伐离开 平常的一幕在眼前上面 所有人都知道柳如燕 是一层新贵 举手投足 充满上位者气质 谁也不会将她与脏屋的巷子 曾经瘦弱 阴郁的女孩联系在一起 更不会想到 当年柳如燕走进 宽敞明亮的高档商场 都会浑身不自在 悄悄躲在我身后 我将她拉出来 为她买昂贵的衣服 帮她收拾出烟不驯的店员 一步一步建立她的自信 十几年过去 当初的衣服已经不合身 柳如燕再也没穿过 就像当初的我 如今也不适合待在她身边 曾经 我是她的光 是她的救赎 带领她从阴暗里走出来 走进灿烂的阳光里 如今她不需要任何人带领 就可以堂堂正正进出高档场所 接受众人的崇拜 我转身走进房间 路过走廊玻璃时 看到上面的倒影 微微一正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普通男人 穿着一件宽松的褐色针织衫 眼角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看起来成熟内敛 如同绝大多数平凡家庭里的男人 倘若失去男主的光环 这也太过普通了点 配倾国倾城的柳家大小姐 过于寒酸 我轻轻叹了口气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花店 不用送了 是我违约 交的钱不用退 好的 花店店员没敢问 赶紧回答 我又给乐团打电话 退掉了小提琴师 收拾完桌子 我坐到绿枝房里喝咖啡 望着远处发呆 今天是七夕 我想制造一场浪漫的约会 订了许多花 也订了小提琴师 想把家里布置成 七年前求婚的样子 没想到柳如烟又要开会 这一切都用不上了 照顾好绿枝房里的四只猫 我听到门铃响了 王妈给人开了门 隐隐听到她恭敬地 叫了一声一先生 我走过去一瞧 看到一个不算陌生的男孩 站在门口 男孩皮肤白皙 眼眸黑而大 他穿着干练的职业套装 见到我 笑起来道 季哥 印象里 我曾在柳如烟的公司见过他 你是 我叫伊腾成 是柳小姐的秘书 男孩自我介绍完说 柳小姐的文件落在家里了 我来拿 他说着展示了一下手腕上的表 这是信物 我一眼认出 那是柳如烟的表 进来吧 我点点头 男孩走进屋 没有任何引导 便静置上了二楼 我皱紧了眉头 他怎么知道书房 怎么知道我和柳如烟的卧室在哪 最终 男孩找了一阵 抬头对我说 没找到 不好意思 可能柳小姐记错了 文件不在家里了 说完 他下楼离开 等他走后 我问王妈 你认识他 王妈说 先生 您不在的时候 柳小姐带伊先生回来过几次 我一证 是吗 他带他回来做什么 王妈 好像要工作 好一会儿 我才说 回到绿植房 我犹豫许久 给柳如烟打电话 他没接 应该再忙 他不喜欢我在工作时候打电话 所以我不敢再烦他 给他发了个微信 你的文件丢了吗 有人到家里来找 过了两个小时 那边回复 没有 谁到家里来了 一阵风吹来 我忽然觉得有点冷 没有回复他 放下手机 起身关上窗户 天边不知何时乌云利谷 我望着远方出神 结婚后 我和柳如烟渐渐冷淡 夫妻久了 激情退去 变得冷淡似乎理所当然 普通夫妻有孩子危险 我身为穿越者不能生育 每日下班 我和柳如烟都会相顾无言 以前喜欢的大房子 渐渐变得空旷冷清 柳如烟那样的人 自然有无数男孩前仆后继 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出国 这是第一次 他瞒着我带男人回家 而且让那个男人有足够的底气 登门示威 我犹豫良久 没有按照伊藤城的意思和柳如烟闹 他赶来 应该是按捺不住上门 想让我大吵大闹 他便可以趁机向世人宣布他的存在 但他低估了我的兴起 我从来不是大吵大闹之人 我是情绪稳定的季先生 日子继续 周末到柳家聚会 丈母娘笑脸相迎 对我诸多关怀 又送我一个小礼物 是一串木制手串 有点祝福的意思 晚餐后不久 我时去的去小客厅一个人待着 没想到几位嫂子 姑子走进来 边走边讨论收到的礼物 婆婆这串钻石项链价值一百万了 妈给我的试表 几十万 你呢 玉琢 看样子也要几十万哦 拿到钻石项链的嫂子很开心 漂亮脸蛋上光芒四射 大姑和小姑不满 认为只得到几十万的礼物 老人太偏心 几人交流收到的礼物 讨论谁更受宠 暗自较劲 决定再去讨好柳家人 等他们走后 我从沙发上起身 摸了摸手腕上的简单的 价值几百块的手穿 沉默片刻 笑了笑 因为不能生育 柳家对我颇有怨言 当初柳如烟流落在外 是我照顾她 将她送回柳家 与丈母娘有恩 就算她不惜我 也不会表现得太明显 只会暗中区别对待吧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从不在意 身为穿越者 在这个世上 除了柳如烟 我不在意其他人 我只要柳如烟 聚会完 我和柳如烟上车离开 一路无言 到家我先下车 没有理会柳如烟 从车库里静置上楼 电梯关上时 柳如烟刚走过来 她眼睁睁看着我一个人乘坐电梯离开 漆黑的毛子里露出恶然之色 一腾成的事 加上今日的宴会 终究让我受到影响 有了情绪 我很少很少发脾气 情绪一向稳定得如同湖水 语言轻柔 还会用语气词缓和言词的洗礼 像这样扔下她离开 已经是重大事故了 柳如烟应该明白 上了楼 一眼看到客厅里堆满的鲜花 以及飘着的悠扬小提情绪 我愕然 电梯打开 柳如烟走出来 从身后拥住我 炽热的唇靠着我耳阔 声音低沉 对不起 忘记前天是七夕节 王妈说你本来准备了烛光晚餐 这几天我很忙 居然忘记了 能原谅我吗 心里的酸色忽然间烟消云散 我转过身 轻轻吻她 低腾成那天到家里 进你的书房卧室拿文件 柳如烟眉心微动 我没吩咐过她这么做 太自以为是了 是吗 达达 你要记得 我最爱的永远是你 嗯 我在说什么 她知道 她在说什么 我也知道 夫妻之间的心领神会过后 各退一步 不再讨论这个话题 她继续吻我 一夜雨停 冰了几日的天空变得晴朗 我哼着歌在绿植房里洒水 王妈走过来 笑道 先生心情很好 我笑了笑 对 我以为 事情翻篇了 柳如烟会解决掉伊藤成 而我 依旧是窥然不动的季先生 但我错了 一个月后 伊藤成再次登门 进屋便脱下高级风衣 直接坐在沙发上 季哥 如烟怀孕了 我和他坐在客厅沙发里 气氛融洽 我安静地听她讲 与柳如烟之间的恋爱经历 仿佛在听一部 言情偶像句 伊藤成的眼眸里充满光 那样的表情 我曾在结婚前照镜的时 从自己脸上看到过 憧憬着美好 幻想着未来 认为自己很幸福 季哥 倘若这个世界是本小说 你和柳如烟以前属于旧熟文 现在我和柳如烟属于女总裁文 他轻声说 我汗手 好像是这样的 伊藤成走后 我给柳如烟打电话 他依旧没接 我的心脏忽然抽痛 像是以前尽力忽视的伤口 终于崩到极限 哗得一声裂开了 鲜血滚滚 痛彻心扉 情绪稳定的我哭得情难自已 直到柳如烟来到房间 我才意识到自己哭了一个笑话 他看到我红肿的眼睛 平静的表情军裂 赶紧凑过来替我擦掉眼泪 打打 怎么了 为什么哭 我喘不过气 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问他 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沉默 难堪的沉默 柳如烟不太爱说话 也不太爱说谎 房间里没开灯 夜晚的阴影遮盖住他的脸 有些模糊 我一时间辨认不出 他到底是什么表情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一只脚跪地 另一只脚跟着跪下 大手搭在我的膝盖上 虔诚地仰起头说 对不起 打打 我想要的孩子 我坐在绿枝房的藤椅上 望着远方阴沉沉的天空 天气反复无常 一会儿情 一会儿阴 难以捉摸 如同感情 都是我的错 竟然幻想着爱情会是永恒 可这世间 除了山川日月 在人类当中 只有死亡才是永恒 晚上我和柳如烟分房睡 其实 最近几年 我们经常分房睡觉 越来越像室友 岌岌可危的关系 一个孩子 就足以打破所谓的感情 早在结婚前 我就告诉他 我不能生育 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没关系 我相信他曾经深深爱过我 相信他当初真的不介意我不能生育 相信他当时想和我白头偕老的决心 只可惜 人心一变 誓言终改 当时只是当时 当时已经成网然 睡得迷迷糊糊间 脑海里响起久违的声音 宿主 是我 我回来了 是穿越系统 他终于上线了 他告诉我 之前出了故障 一直无法与我取得联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 早该走了 宿主你要回去吗 我疲惫地点头 要 如果知道结婚后会是一地狼藉 我永远也不会和柳如烟结婚 就让记忆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 而不是现在这样 一地鸡毛 各自难堪 我的性子向来不激烈 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我会选择放手离开 好的 这边马上安排你患上绝症 鉴于之前的错误 我们决定给你一个补偿 什么补偿 如果你能得到柳如烟的悔恨 积分将会非常丰厚 等回到原本的世界 可以兑换好东西哦 听到系统讲述 我想了想 轻声问 他会后悔吗 系统 你死了 他肯定会后悔 我怅然道 原本感情就淡了 如今还有小白脸 他们只会嫌弃我爱事 我死了 如果他真的后悔 我可以赚鸡粉 如果他不后悔 我也无所谓 我累了 只想离开 离开他 是我最大的心愿 第二天我去医院 查出了脑瘤 拿着报告 我心情很平静 一点也没有意外 医生朋友没记波去红了眼眶 拉住我的手说 打打 要坚强一些 还是有成功率的 我含笑着拍拍他的手 没事 我不准备动手术了 最后的时光 我想平静地度过 只剩一个月的时间 足够我和这个世界告别了 说来奇怪 我在原来世界死的时候 只有23岁 在这个世界里 我过了将近20年 生活的时间差不了多少 可我却对此事并无归属感 或许一切早有预兆 只是当时并无觉察 回到家 我将报告单放在床头柜里 心情很奇怪 既希望柳如燕能早点发现 又不希望他早点发现 但我多虑了 那夜闹过后 他一个周都没回家 王妈请假了 弱大的别墅里 剩下我一个人 周围静悄悄的 我下定决心 回到原本世界 绝对不买别墅 只要一个100平的房子就行 至少一个人住着不孤单 也不会觉得空旷渺茫 闲着没事干 我把自己的东西清理了 衣服 鞋帽 饰品 还有一个破旧的箱子 箱子是很多年前买的 里面装着很多小东西 有柳如燕年少时期送我的戒指 有高中他在校门口 给我买的10块钱 一个的机器人 有他偷偷省钱 给我买的相册 相册里面装着我和他的大头罩 很多年前的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照大头罩 被淘汰的东西 早该扔掉 就如我和柳如燕的爱情 也该淘汰了 我在花园里燃了个盆 一样一样的扔进去烧 火红的燕跳跃着 在这个孤单寂静的夜晚 这些老旧东西的市区 为我添了点温度 第二天我便宜出售绿枝房里的花 花店老板不可置信地问我 真一块钱卖掉吗 我含笑点头 一块 他高兴地让人拉走了所有的花 我不止花卖一块 衣服鞋子饰品 通通卖一块 反正带不走 早点处理干净最好 当然 柳家送我的贵重物品 我没动 我自己买的 通通卖一块 别墅里有关我的照片 全都撕掉了 有关我的痕迹 也清理掉了 等收拾完 发现别墅变化不大 我再次意识到 这个家里有没有自己 好像无足轻重 曾经 我以为自己是主人 如今把东西收光才发现 我从头到尾都不是主人 我把剩下的几件衣物 放进旅行箱 就好像自己马上要出发回家一样 这种行为让我觉得很有仪式感 很快乐 我跟柳如燕打了个电话 想和他好好谈一谈 告告别什么的 但打出去永远无法接通 心脏有一瞬间的刺痛 随即又释然了 我出门和不多的几个朋友聚会 很正常的聊天 静静地做最后的告别 还去以前的老店 老人那儿坐了会儿 做完这一切 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我又给柳如燕打电话 嘟嘟嘟 柳如燕依旧不接 我正正的 为什么呢 我就这么讨厌 好吧 那就再见了 我提着行李箱 离开了别墅 去了订好的疗养院 我要回家了 再见 我低爱情 再见 这个世界 其实做这一切时 我怀着一点小小的报复心来 让柳如燕知道我有多愤怒 我知道柳如燕其实很宝贝 我收藏的那些东西 以前经常让我拿出来 回忆年少的日子 如今全被我处理了 我想当他和伊腾成 不 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时 会不会想起我 会不会忘不掉 我这个曾经和他一起生活过 最后又决绝离开的男人 然而做完这一切 忽然又觉得没什么意思 他厚不厚 我不知道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感情淡了 更多的是利益的纠葛 他更想要孩子 而我给不了 如今我离开 他应该会高兴吧 之所以这么做 更多的是不想自己的东西被留下 被新的男主人用 想想都让人不舒服 所以我全处理了 海边的生活很惬意 有风和海鸥 有远方和失忆 系统帮我屏蔽了痛局 我能正常的生活 护士们对我小心翼翼 即便极力掩饰 眼神里也充满同情 我有点无奈 并不需要同情 我觉得自己现在挺好 真的 唯一知情的梅基波 偶尔来陪伴我 扶着我在沙滩上慢慢走 为什么不告诉柳如烟 他关机了 我淡淡的 他一脸惊讶 关机了 嗯 一直关机 嗯 梅基波非常震惊 似乎没料到会是这个理由 那我 他拿出手机 似乎要给柳如烟打电话 我摇摇头 伸手阻止他 不用 为什么 我平静地说 他有了男朋友 还有了孩子 过得很好 没必要打扰 梅基波眼眶微微发红 骂道 渣女 他吸了口气又说 对 不该通知他 真不痛 心脏木木的 头脑昏昏的 但那不是痛苦 我已经不痛了 时间过得很快 生命进入倒计时 梅基波很难过 我却很开心 闭眼睡觉的时候 我似乎看到一列火车朝我驶来 我穿着最喜欢的咖啡色风衣 提着行李箱站在月台上 随时准备登上回家的车门 这一幕让我兴奋 醒来后回味梦中场景 嘴角微微扬起 倘若充满希望 连死亡都变得可爱起来 倒计时第三天 我走不动路了 一个人摇晃着轮椅路过沙滩时 有一只海鸥亭靠在我肩膀上 我很惊讶 轻轻抚摸它白色的羽毛 它竟然没躲 我开心了一整天 曾经我的绿植房里 养了一只白色鹦鹉 后来有天我忘记关窗 它飞走了 我难过了好久 柳如燕安慰我 说要再给我买一只 我摇摇头 不用了 我难过不是因为失去它 而是害怕它死去 必想到它孤单恐惧地 死在某个地方 我就伤心自责 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那只鹦鹉在绿植房里 本来就很孤独 过得也并不好 一直想要逃跑 它出去了 安静地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或许正是它想要的 又或者 它像我一样 能飞回家呢 应该会很开心 倒计时第二天 我莫名其妙 咳出大量的喜 护士们吓坏了 让我好好躺着 我躺了几个小时 听到外面传来打球的声音 后过窗 一个穿病号服的小孩 在病房后面玩球 球不小心落进花丛里 小孩身体虚弱 没法去捡 眼眶瞬间红了 一直在抹眼泪 我缓缓起身 扶着墙壁慢吞吞走出去 到花丛里帮她捡起了皮球 她仰头怯生生笑道 谢谢 我一愣 恍惚间像是看到很多很多年前 第一次遇到柳如烟 在那条阴暗的巷子 她被人群殴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 说警察来了 几个少女慌忙扔下她跑掉 我替柳如烟捡起书包 递给她 她望着我 接过书包 垂眸 长长的睫毛蝴蝶般震颤 低声说 谢谢 那时候的她遍体鳞伤 脸颊青了一大块 看起来青涩又局促 那时候的我 只想着做任务 觉得她有点可怜又可爱 从未料到 自己会一步步爱上她 最终沦陷 和她结婚 成为她的丈夫 甚至妄想着和她白头偕老 回过神 小孩已经离开了 四周很安静 小孩像不曾出现过一样 柳如烟的幻影也消失了 脑流的压迫 好多刻骨铭心的场景 仔细去想 居然想不起来 脑子里面越来越空忙 我逐渐忘记了 如何与柳如烟相爱 忘记了曾经多么爱她 忘记了她许诺过的山盲海事 她在我的脑海里一点点消失 倒计时最后一天 阳光明媚 我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 只隐约记得 我是个旧熟闻男主 要去拯救一个人 我慢吞吞地走进阳光里 光晒得我很温暖 我抬起头 始终想不起 自己要去拯救谁 拯救谁呢 我坐在干燥的沙滩里 暖洋洋的 耳边是海浪的声音 远处碧波连天 海鸥在天上盘旋 我喘了口气 轻轻躺倒 迷茫地望着天上那只海鸥 要去拯救谁呢 为什么要拯救呢 那人需要我拯救吗 好像 好像要回家 对 回家 我要回家 纪伯达的尸体在海滩上被发现 死的时候 她的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 嘴角微微翘起 走得很安详 作为她最好的朋友 虽然早有准备 却依旧心痛难当 梅先生 院长不安地看着她 她叹了口气 不关你们的事 是她自己决定的 纪伯达不喜欢一直躺在病床上 不喜欢被拘束着 能死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或许是她所愿 很多时候 我看不懂她 她身上的气质柔和 丝毫没有攻击性 却始终淡淡的 可所有人都不那么亲近 仿佛她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雾气 会随时离开一样 身在红尘中 却不属于红尘 除了柳如烟 纪伯达是一个风筝 柳如烟是世上唯一能拉住她的人 如今柳如烟离开了 纪伯达这只风筝 就会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没纪伯 那边很快接通了 语气有点惊讶 我有点愣 在纪伯达的描述里 柳如烟很忙 忙到没有时间接电话 所以她后来不怎么打电话 都是发信息 除非重要事情才会打 因为她不愿意打扰她 就连她生病 一直想告诉她 柳如烟都不接 可现在 我却轻易地打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是我 她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愤怒 很忙吗 还好 忙着和小白脸甜蜜吗 那边沉默片刻 纪伯达和你说了 对 你好意思 我的错 我不否认 既然想要孩子 当初为什么又要许莫她 为什么和她结婚 她打断没纪伯 我是迫不得已 家族需要一个孩子 呵呵 到现在还这么说 她眼眶红了 质问 迫不得已 好一个迫不得已 前段时间纪伯达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柳如烟没回答 她提高声音 为什么 接个电话很难吗 柳如烟沉默了好久 才回答 我错了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所以干脆离开家 把她一个人扔下 电话不接 也不出现 我 我想让她整理好心情 也让自己整理好才见面 我们都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那你整理好了吗 孩子打了 还是和小白脸断了 柳如烟没有回答 过了会儿才说 达达在你旁边吗 她让你质问我 梅纪伯一下子怒了 怎么 她不可以质问你 你做的事对得起她 柳如烟似乎有些生气 梅先生 我和纪伯达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插手 她深吸一口气 好 那你亲自过来和她谈 那边又没了声音 她破口大骂 见人 敢做不敢当 如果你今天不来 以后永远也别想见到她 梅纪伯挂了电话 望着床上紧闭双眼的苍白男人 纪伯达早就留下一书和一笔钱 让医院直接烧掉她的尸体 然后将骨灰洒入大海 她每件事都安排得很好 就如同他人一样 平静而温柔 当初 纪伯达和柳如烟的恋爱 是所有人心向往之的绝美爱情 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达达 你这样 我都不相信爱情了 她蹲在地上哭 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 柳如烟打来的 她在哪 她不在家 她当然不在家 她在海边的疗养院 疗养院 她去那做什么 柳如烟问 梅纪伯抹掉眼泪 冷冷地说 她死了 赶紧过来收尸 柳如烟抵达疗养院时 脸上带着怒气 眉目阴沉 梅先生 不要开玩笑 她看到梅纪伯 语气严肃地说 梅纪伯冷冷地倒 跟我来 她吸了口气 忍住怒气走进太平间 梅纪伯 不要太过分 柳如烟见到太平间三个子 又开始皱眉 进来 她懒得多说 她迟一片刻 抬腿走进屋 纪伯达安静地 躺在冰凉的小床上 梅纪伯指了指我 冷漠地说 她在那 有点意外 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反应 仿佛很恐惧似的 梅纪伯强行将她推到小床边 看清楚了 柳如烟不动了 身体僵硬无比 过了好一会儿 她忽然跪在床前 喉咙里发出一声淒厉的嚎叫 达达 柳如烟晕晕了过去 一群人手忙脚乱地将她抬走 不久她醒过来了 跳下床 见到人就问 达达呢 达达在哪 神态壮如疯狂 看到她那样 梅纪伯很迷惑 她似乎很爱纪伯达 可是 既然爱她 为什么要冷戴她 要找别的小白脸生孩子 还是说 她只是在人前表演深情 哦对 她是总裁 如果老公绝症期间 她玩消失 和小白脸在一起 传出去骨架都要崩吧 我冷笑一声 别装好人了 看着令人恶心 柳如烟转头望着梅纪伯 眼睛血红 那眼睛看着像是要吃人 不像是装的 梅纪伯心头一跳 后退一步 继续道 这儿没有记者 你表演半天也没什么用 等葬礼的时候再表演吧 那时候人多 也有记者 你痛哭流涕 跪在棺材面前嚎啕大哭 这样一来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好老婆 不会有人知道 你老公快要病死期间 不停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玩消失 和小白脸一起快快乐乐过日子 我没有 柳如烟抱着脑袋 我没有 你没有不接纪伯达的电话 没有玩消失 一个月都不见她 没有小白脸 没有孩子 我 柳如烟嘴唇颤抖 眼睛里拉满血丝 梅纪波故作惊讶地捂住嘴 难道有人绑住了你 把你关在小黑屋里 收走了你的手机 逼着你不联系她 天啊 你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 真是太可怜了 难怪你现在一副 失魂落魄的模样 被劫持了吗 难过是应该的 柳如烟抱住脑袋 不停流泪 她忽然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往太平间走 但太平间已经干净了 达达呢 达达在哪 我要见她 她大声叫道 梅纪波走过去道 纪波达留了一言 说过她死后马上烧毁 骨灰撒向大海 我之前就打电话叫你过来 你不信 现在时间到了 人家当然要烧掉 不 我都没仔细看她 怎么可以烧了 柳如烟封了一般大海 要去抢纪波达的尸体 由于她形态癫狂 大吵大嚷 被保安抓了起来 梅纪波有点被吓到 不得不怀疑 柳如烟并非装的 而是真的心痛无比 这就令人奇怪 假如她真爱纪波达 两人又为何走到这一步呢 犹豫良久 梅纪波还是告诉了柳如烟 火葬场在哪 柳如烟二话不说追了过去 去的时候 纪波达的尸体已经被烧了 工作人员将她的骨灰 一点点捡起来 放进盒子里 柳如烟像是恢复了冷静 她拿走骨灰盒 还顺利地签了字 脸上毫无表情 太平静了 我隐隐感觉不太对劲 回去的路上 两人无话 跑一会儿 柳如烟才声音沙哑地问道 达达为什么突然 我说 一个月前她觉得不舒服 到医院检查身体 做了CT后发现得了脑瘤 梅纪波从后视镜里 窥探柳如烟的情绪 慢慢将所知情况一一道出 柳如烟偶尔会插话询问 梅纪波如实回答 假的 她冷笑 纪波达没死 梅纪波一愣 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这样说 柳如烟的眼神十分犀利 就像她在和商业对手谈判一样 咄咄逼人 好端端的 她怎么突然就换脑瘤了 之前例行体检的报告 我看过了 没有问题 不过一年时间 她怎么就突然得脑瘤 梅纪波说 柳如烟 一年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绝症的发展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 别说一年 哪怕一个月 也有可能发展得很迅速 柳如烟沉默 好一会儿到 纪波达的尸体我没见到 火葬场里 我也只看到这个盒子 凭什么说她死了 我知道她生气了 所以你们和起火来骗我 对吧 后视镜里 柳如烟猛然抬头 眼睛里蓄满疯狂 柳如烟勃然大怒 疯狂地大喊 从未看到过 她如此可怕的样子 梅纪波不敢再刺激她了 将她送回别墅 其实 梅纪波有点后悔 特意叫她过来 纪波达说过 要安安静静地走 不告诉柳如烟 或许早就料到这种情况 是我多此一举 可如果让达达就这样死了 柳如烟什么也不知道 带着小白脸生孩子 我咽不下这口气 柳如烟的精神状态 明显出了问题 她极力否认 纪波达的死亡 梅纪波将她带回别墅后 柳如烟沉默地抱着骨灰和进屋 走进去便叫道 达达 无人回答 看 她平时就在这张桌子上吃饭 在沙发上看平板 柳如烟指着餐桌和沙发念念叨叨 这些都没变化 达达还在 她说家里没有什么变化 固执地认为 纪波达会冷不丁地从哪里走出来 像往常一样 真的没变化吗 梅纪波轻声问她 什么 柳如烟问 梅纪波指了指旁边架子上摆着的相册 上面两人的结婚照已经被撕掉 只剩下柳如烟一个人的身影 柳如烟瞳孔睁大 扑过去拿起相册 而后像是想起什么 一路沿着楼梯跑上二楼 梅纪波跟上去 看到她在屋子里翻箱倒柜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梅纪波问 什么没有了 她不打 又匆匆跑出房间 大声喊道 王妈 王妈 庸人从不远处的小屋里出来 太太 我先生呢 他在哪 庸人露出茫然之色 太太 先生已经走了很久了 那他的东西呢 柳如烟立声问道 庸人说 卖掉了 柳如烟正主 卖掉了 庸人点点头 前段时间 先生以一元的价格 处理掉绿植房里的花 又用每样一元的价格 处理掉他的衣物饰品 我问他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 他说要回家 以后用不上了 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 小区里也有人上门购买饰品的 卖不掉的小东西 他已经烧掉了 柳如烟迅速下楼 跑进绿植房 玻璃绿植房里空空如椅 一盆花也不 他发了火呆 又猛然冲进后花园 看到草坪里一团烧焦的痕迹 想来 是纪伯达离开前 处理那些卖不掉的老物件的地方 庸人跟过来继续说 先生还叮嘱 若太太您回来 就告诉您 您给他买的贵重物品 他没动 都放在柜子里 他的东西已经处理好了 位置空间也腾出来了 您可以将一先生尽情带回来 在这房子里生儿育女 过正常生活 柳如烟缓缓缓蹲到地上 双手捂住脸 梅继波环顾四周 想象了一下 继波打冷静停河的烧掉旧物件 一员一样处理掉自己的东西 一点点地抹除掉自己痕迹的模样 忽然心如刀脚 简直难以想象他得知自己患爱 无法联系上妻子 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 才做得如此决绝 当他孤身一人走进疗养院 躺在沙滩里 一个人慢慢死去 身边却没有任何人守护室 到底是什么心情 一定很难过 很痛苦吧 柳如烟看起来快要疯掉 但梅继波却丝毫同情不起来 甚至觉得有点恶心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不管他再如何表演 继波打已经死了 一切都已结束 人已经送了 没我的事了 梅继波转身离开 心里空落落的 始终提不起劲 三天后 有人给梅继波打电话 询问柳如烟的去处 梅继波才知道柳如烟失踪了 与他一起失踪的 他有那个传说中的小白脸衣同成 打电话给我的 是柳如烟的妈妈柳太太 柳太太十分焦急 当他得知柳如烟是见过我才失踪后 便找上门来 柳如烟找你做什么 女人的声音气急败坏 梅继波说 继波打死了 我让他到疗养院收尸 那边默然片刻 私不敢相信 继波打死了 是的 他换了脑瘤 小白脸上门逼他 柳如烟又一走两只 他不想治疗 便联系上我 让我替他找了一家疗养院 度过最后的日子 但柳如烟似乎不知道 他患脑瘤的事 继波打死后 我让他来收尸 柳如烟接受不了事实 我将他送回家便离开 再也没联系过 至于他为何失踪 我不清楚 我如实相告 柳太太沉默地听完 挂断电话 停戒柳家的实力 两日后 柳如烟和小白脸都被找到 不过 找到的都是尸体 警察从现场情况 以及各处监控 推测出发生的情况 柳如烟找到小白脸 让他滚 小白脸死活不同意 袁佩死了 他马上就要上位 风光无限 怎么可能此时此刻放弃 柳如烟一怒之下 强行带着他去医院打胎 这点医院的监控可以看到 两人在走廊发生了争执扭打 一腾成逃脱了 柳如烟追了出去 医院里的人也证实 两人的确在走廊里大吵大闹 从医院出来后 柳如烟便揪住一腾成的头发 将他拖进车里 又去了另外一家医院 一腾成誓死不从 拼命逃跑 最后 柳如烟抓住了他 不再带他去医院 而是一路开车 来到纪伯达死去的疗养院 后面便十分残忍血腥 柳如烟绑住了一腾成 用刀生生肢解了一腾成 整个过程堪称惨烈 一腾成惨叫求饶 柳如烟丝毫不为所动 最后 一腾成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 杀掉一腾成 柳如烟抱着纪伯达的骨灰盒 跳入大海 他已经疯了 梅纪伯心惊胆战 回忆起之前柳如烟的种种表现 点点头 他的确疯了 脑海里想起很久很久以前 纪伯达喝醉了酒 说柳如烟其实是个阴郁病骄 他是什么旧熟闻男主 我一直以为他酒后胡言乱语 如今亲眼看到两人尸体 知道柳如烟做过的事 才明白 柳如烟的本质 可能真如纪伯达所说的那般扭曲 只是后来他们生活在阳光下 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 柳如烟本性里的东西被掩盖了 现在受到刺激 财报发出来 我曾以为纪伯达是风筝 柳如烟是拉风筝的人 错了 完全错了 纪伯达才是限制柳如烟内队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女儿不会做这种事 柳太太泪流满面 神色恍然 我想起柳家的狗血事情 当初柳太太家的保姆 让柳太太生的孩子 和自己的孩子调包了 搞出了真假千金的狗血事件 柳如烟从小被虐待 被欺负 后来遇到纪伯达 生命里才有了光 纪伯达帮助他 照顾他 带着他回到柳家 找回丢失的身份 最终真相大白 柳太太当时不接受 只想要假千金 哪怕到现在 那假千金依旧在柳家 听说柳太太对那假千金的老公 比对纪伯达好 因为纪伯达不能生育 当年柳如烟在柳家 寸步难行 又是在纪伯达的帮助下 才在柳家站稳脚跟 柳太太也渐渐接受了柳如烟 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纪伯达 柳如烟是最底层的烂女 永远没有见光的一天 柳如烟能活着 能当上大小姐 完全是纪伯达一手带出来 两人的爱情经过诸多磨难 又经过时间考验 谁辱交融 不分彼此 所以我更无法理解 他怎么可以瞒着纪伯达 和别人生孩子 明明知道他该多么痛苦 柳如烟的话 应该是真的 从头到尾 他爱的只有纪伯达一个 其他任何男人 都没法走进他的心 柳如烟如今的选择 似乎在情理之中 他被刺激的精神失常 他恨伊藤城 也恨自己 所以他抱着骨灰 和跳进大海 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 我冷冷地对柳太太说 因为你逼着柳如烟要孩子 才让这一切发生 是你搞砸了一切 柳太太捂住胸口 晕了过去 我说了一番杀人诛心的话 转身离开 红化来到了结局 死亡成为永恒 事情曝光后 柳家成为笑话 柳太太被所有人责备 心脏并发了 真假千金的事情揭露 柳家为了继承人身份 变得四分五裂 所有人都没料到 这一切的源头 是当初那个普普通通 他们看不起的男人 同化结束之时 黑暗必将降临